照片防盗方法 简单 今天来教大家两种照片防盗的方法 好 首先第一种我们执行文件 找到文件警戒 那这时候在作者的这个位置输入你想要的文字 在底下的位置输入你想要的描述 好 点击确定 那这时候给它保存一下 这时候在保存的文件上右键找到属性 在详细信息里边大家就可以看到作者的名称和你输入的文字信息 好 第二种方法更为简单粗暴一点 我们直接给这张图片添加一个我们自己的水印 我们新建一个空白的文档 文档的大小呢没有什么限制 好 选择文字工具输入你想要的文字 那这时候可以把它Ctrl加T调整一下它的大小和它的位置 好 比如给它设成这样的写体的 好 隐藏背景图层 执行编辑找到里边有一个定义图案 我们直接把它定义为我们的图案 好 回到我们需要防盗的照片这边 直接在小太极图标这边给它添加一个图案 文字就选择我们刚才的文字设置一下它的缩放值 好 点击确定 那这时候把它的不通明度适当的给它降低 搞定了 你学会了吗 sentir别这个事 好 elС那边边的评演 직组说 hum 屋 我说 你找ire幽灯吗 都冠一啦 他没这么确定